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这条片跟大家讲讲 星期六5月9日沙田日赛深水 喜欢片段的记得点赞、订阅频道 按一下小铃铛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很简单 每条片右下角都有订阅按钮 按一按就订阅到频道 讲回赛事,将会是星期六 举行沙田10场赛事 八草两泥,头场开跑时间是1点 采用C跑道上演 心水也挺多 这一天的重点先讲讲 感觉上赛经历了很多天都是静音音的感觉 这一天阿彩似乎是有点准备而来的 很多报名码都是有试集 准备十足而来 加上刚刚星期三的雷神吃白果 走位走到鬼那么爱 每天阿彩似乎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冲出去外档上 好像怕在马林里面有什么闪失 看见他的势 真的像是想流历星期六出击 一早都盯着他们这个组合 雷神加蔡若岸似乎星期六的表现可能会是非常好的 大家值得留意 今天讲的那些心水都是围绕他们的 事不宜迟 第三场四班千亿米 就会推荐这只六号码王者深星 这只就是阿彩粗足而来的三岁新马 新马跑千亿米 试好杂的了 四货大杂 虫化也有 香港也有 交给雷神都试过了 成熟程度也足够了 四档起步 这只马也有点速度 看看可不可以放前些走 这组马其实48千亿米 也有很多新马齐出 变成了这些旧马也不太厉害 变成了这些初插班的马 就出来Soul Callie的时候 这些马第一批似乎是 不知道会不会有分头 希望有多少分头 应该就要买下去了 打响头炮这些东西就 立刻要跟一跟了 第五场 四班千八位 这场纯粹抠形势 这只罗马加州明晋 用上田泰安上阵 排主一档起步 他会到时 他的跑法就放在前面走 走 不用说话了 看到这场马的形势 快马绝对不多 他一档一定是拿难的 田泰安 好像加州雷电 十档起步都被他拿到难 这些一档起步 要拿一条难 绝对不是难事 他上次那一组都是强组 那一组 头马关键时机 然后开心日子 精彩千里 再出谷草都赢了 所以他跑第四 就不失礼了 这条线 转过来 这一组比较多些 天赋威力 五班赢上来 精彩飞动 跑来跑去 未见有起色 神州复星赢完 就是这么多 年年行运 1400赢完 加上1800赢了 感觉上会急了一点 又不是雷神骑 又奇怪一点 变成了 形势有助 1800米 施跑道 分分钟放在前面 放指摇 放回来 就是这样 简简单单 放在前面 走 随时有惊喜 再来第七场 三班千二米 这组马尼奇地 小马步 只剩9个 你拿回上周 合冲共济的1200米 第二 就会开心人生 如果放在这一场跑 两分钟就完成了 谁知道 上周跑完这组 竟然这么弱 焦点 会有机会 落在城里所远身上 因为赢完 再用新10磅仔 周俊乐 这周六都会上阵 减10磅 放在伟达马房 跟伟达马房 找食 立即做一只 成理所愿 他骑下 到时一当 不知道会不会 因为这样 伟达加新牌仔 就搞得很热 推介回来 1号码 行星梦 行星梦一定是有票 但是 如果到时4 帮他背 有点分头 就OK了 上支 这只 行星梦 其实是爆得不错的 看看这条片 上次推介了前面那只 团结精神 预计了他放回来 偷鸡 那位置就是这个 就是行星梦 上支牌内篮 一当 他会在内篮塞车 真的困了他一阵 行星梦 你看他这里 没有位置 前面团结精神 外面近至藤雲 刚刚一个boss位 就是近至藤雲 跑到200 没有力 放了他出来 你见一只行星梦 追前面团结精神 一直追 追到50米的时候 才能过到团结精神 可想而知 这场马其实 是有少少受到 档位的影响 大步 一档就说 他在内篮会受困 真的受困了一会儿 幸好放他出来200 追 追捕 200米 最后50 才说过团结精神 这一点 也显示到他有这样的能力 即使阵上遇到困难 都可以反先到 也有些实力 赢了这场马 雷神 这场继续 雷神不放手 就排回四档 照计就不会像上次那样 内篮中伏 加上这场 有没有一只团结精神 放指腰的马 就没什么 可能是5号 金英奥场放 他四档起步 跟着他二叠三位 或者第二位 跟着他跑都可以 那只马1300 133 绝对没问题 最起码 已经证明三班赢过 李周俊乐第一天上场 行不行 都未知知秀 希望到时有分头 就选回1号行星梦 再来第八场 二班直路1000米 5号马跳出世界 上次谷草不良于行 退出了 之后都没问题 復货 埋门试货 大集试得非常之好 雷神上阵 马赛 整个马都放在这里 这些马 跑回沙田一千 都适合追的了 大哥 上次都是紧紧输 个头给你的 二班那场直路一千 都是输给你 标之智能 标之智能 再出雷上都搞定了 你计回 又是这个 方拉 这样计 又是称先 绝对合理 不过 上次退出了 休息一休息 再来 就适合河姐 这组马强的马又不多 十档起步 近内蓝都适合发挥 前面你都是慢事赢 那些极速进马会放下 大合事这些上次 放到 出了集 放到出来 让他一放到底 这场就不会那么轻易 给你一只马单骑另放 有慢事赢在这里 烧烧他 刚刚跳出世界这些马追 再来第九场 一奥马 美丽非凡 上次 都叫做 跑回千四米 跑完那些四岁马系列赛 缩回千四才刚会跑 证实了在千四米 就不会跑到 头额额抢口 这次再出 一班都要背着重帮上阵 都是其实 那组马 上次他 输给极速王 一有四分一马位 初跑千四 缩回 起码 拿回个感觉 这一场 似乎是真正拼下去的 赛前 试回过大集 都非常漂亮 试回来 专攻千四米 希望帮马主 在季尾前 交代 多吃一场 美丽系近来 都非常旺盛 那天美丽系 一条美丽系 包Q回来 真的没有 拍烂手掌 都被你吃得出 真是好 变成了 美丽系加上 阿赛 整首攻势到时 前面赢了 就一定 要 他了 最后第十场 都是选 阿赛 加美丽系 美丽满分 这场85分的赛事 他就挂头牌 一路赢完之后 再出 暂时未有表现 再交出来 都是 撑住这些 85分 顶分的赛事来跑 今次 试回过大集 换个配备 放个面枯上去 希望收到效果 虽然阵上是用蔡明啸 但这种跑法均速 用蔡明啸 放在前面 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 试习试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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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试的货 雷试虽然走去 骑港灵王 没问题 但是 美丽满分 守住内囊 好位置 随时回到来 偷到你鸡 心想这么多